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融頻道 DD是2019年的6月29號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加德莉亞蘭 這個加德莉亞蘭放在這個位置 大概早上八九點的時候會曬到太陽 一直到大概曬到十一點 差不多十一點左右 曬了大概三個小時 那以現在台灣夏天的氣候來看 這個 這個 因為天氣很熱 直接曬呢其實是加德莉亞蘭可能不太行的 你現在看這個花 這花的那個葉子 你現在有點曬到好像黃黃的 像這個就是曬傷 你如果有 雖然說加德莉亞蘭 它比蝴蝶蘭更耐曬 它可以太陽曬一點曬一點沒關係 但是 你如果在夏天太陽稍微強一點的話 就會像這種情況 雖然它沒有很明顯的變黑 出現那個黑斑 但是其實它已經有點變黃 這就是一個 就是過熱的一個跡象 有點要中暑曬傷的跡象 那這個時候呢其實應該最好是把它移到 儀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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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開太陽 直接曬到的跡象會比較好 你如果要曬的話 建議 夏天 不要這麼熱的時候再拿出來 給它曬到一點點沒有關係 那 目前來看它是已經有點曬傷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要把它移走 那我們先把距離拉近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葉子呢 黃黃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的 給大家參考參考 那我們這樣距離拉近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看到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葉子黃黃的 葉子黃黃的 像這個葉片呢這樣子看起來 應該是綠色的 就已經有點偏黃 像這個綠色的部分也有點偏黃 這就已經有點微微 這要些微的曬傷 如果你再繼續 如果你再曬嚴重一點 它就整個會變黑了 就可能變黑 所以呢像這種情況呢 有點黃黃就是一個簡訊 其實我們就應該要先移走 你不移走的話它就有可能 再過一陣子就有可能出現 曬傷的那個斑紋出現 或者整個葉子就 就壞死掉 都有可能 你看這是新長的葉片 就由於 新長出來的葉子呢 就有微微的黃黃黃的感覺 就是不太健康的感覺 其實這個像這種情況 就應該最好 移走是最好的 那這株金滿意呢 我們在 二月多的時候 有曾經它開花的時候 我們拍給大家看 那個影片的影片 我剛剛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你可以去比較一下 之前我們看到的照 那個當時的影片中的 這一株 這一盆的 這個葉子的情況 然後再過來 現在的這個 有點點微微曬傷的 這個葉片的情況呢 來做個比較 就很明顯的 可以看得出來說 當時的葉片比較綠 這現在葉子比較黃 會偏黃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你的 雖然呢 網路上人家都跟 教大家說 金滿意呢 加德利亞蘭呢 它雖然比較比 胡蝶蘭耐曬 它可以稍微曬一下 但是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台灣夏天很熱 你不要去 也不要說 刻意的 讓它曬 因為像我 我這個方向呢 我讓它曬 曬了 可能一個早上可以曬到三小時 曬三小時就出現這樣 再曬 再曬久一點的話 它就可能就真的曬傷了 所以呢 這盆 我打算也要移走 我們今天呢 就是 跟大家介紹說 你如果有 遇到類似的問題 要怎麼處理 那我們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